大陆汽车行业持续不景气 汽车经销巨头庞大集团业绩急剧下滑 去年传出董事长庞庆华向员工集资 并在家乡轮线集资约数亿 但无力偿还 前年向北京季东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借款1700万元 一年到期也无力偿还 季东风已向法院申请对庞大集团进行重整 最近庞大集团董事长庞庆华向媒体证实 公司已于5月17号提交了破产重组的申请 去年以来 不断有人到集团总部讨债 或上访政府员工拉横幅讨薪 为缓解资金压力 庞大集团先后在2018年5月和8月 两次大规模出售旗下4S店 同时庞大集团旗下的4S店也大量关停 很多购车者被拖欠3000元保险押金 至今维权无门 据庞大集团发布的2018年财务报告 去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0.37% 全年亏损高达61.55亿元 总资产大幅缩水 同比减少48.26% 负债为263.90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80.28% 由于业绩下滑 加上被披露不实 隐瞒关联交易 隐瞒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调查 集团股价一路暴跌 最高跌幅超八成 同时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 2018年全国将近40%的经销商亏损 2019年新车销售毛利普遍为负 经销商亏损面进一步加大 业内人士预期 未来三年将会出现汽车经销商倒闭潮 乐观估计将减少6000家以上 新唐记者雄斌王亦珍采访报道